哈喽 欢迎学习扒充课程 那么上这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那个宝马5系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图片把它给下载下来了 那么上个上次那个扒充的话 虽然是已经可以实现那个目的 但是的话还是存在诸多的不足 比如说第一个不足就是 我们在下载某一个分类下面的所有的图片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要等到一张一张的下载完 对 因为我们是去便利里面的这个URL 只有这一张下载完没有 他接下来才会去执行下一张 这样下的话就速度会比较慢 对比较慢 那么我们的这个scribe款就好 他就专门针对你去下载文件 下载图片这些东西 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站的pipeline 提供了一个站的pipeline 就是一个站的广道 那么你使用他给你提供的这个pipeline的话 你去下载图片这些东西 你就压根就不用关心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配置几个东西就OK了 只是要配置几个东西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scribe款当中 你要去下载图片下载文件 他给你提供了两个不同的那个pipeline 那么如果你下载的是那个文件的话 他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叫做files pipeline 那么files pipeline就是文件的话 其实就包含了很多文件的 对不对 比如说pdf文件图片也是一个文件 视频也是一个文件 就说只要是文件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files pipeline 那么如果你下载的是那个image 就是下载的是那种图片 那么他给你提供的一个叫做image pipeline 那么这个image pipeline的话 它是继承自这个fire pipeline 当时它比这个fire pipeline 它的那个功能会更加多一点 比如说它可以什么呢 它可以 它可以生成一个缩裂图 就是你下载完之后 它可以生成缩裂图 它还可以啊 就是说转换那个图片的一个格式啊 就是说比普通的这个文件下载 这个image pipeline它的功能会更加多一点啊 那么如果我们下次图片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image pipeline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一段的话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方式已经够好了 为什么还要去使用这个scribe框架 来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呢 这个的话我就列出了以下基点好处啊 就是我们如果使用这个scribe框架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下载文件的方法 有以下基点好处 第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避免重复下载 最近已经下载过的这个数据啊 呃 换着下载的文件吧 这个功能啊 其实说白了 就是去仇 对吧 什么叫做去仇 就是去除重复的 就是之前 比如说我第一次已经下载了 a.png这个图片 那么接下来 有可能在这个网页当中 又出现了这一张图片 那么这里话 我就不会再去下载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工作 如果有开放者 我们自己去做的话 那么可能就要显比较长的时间 对不对 而用这个scribe框架 他去做的话 他就非常轻松的去完成 因为这个scribe框架里面 他本身就有一个真的调度器 那个调度器就可以 给他做一个真的取重的功能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你是可以方便的 给他指定这个下载的路径 那么你在下载这个图片的时候 你只需要给他指定这个下载的路径 然后怎么去下载 该用多性能 该用一步还是什么方式 你都压根就不用管了 他给你用最右的方式 就给你下载 好 第三个的话 如果你下载的是那个图片 他可以给你转换着那个通用的格式 比如说转换着那个pnj 或是那个gobj 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真的格式 好 然后还可以分给你方便的生成缩裂图 比如说你下载的一张很大的图片 那么如果你想 生成一个真的缩裂图 那么我们这个scribe框架也是可以帮你实践 然后第五点的话 是可以发面的检测 图片的框和高 确保它们满足最小的限制 就是说你不满足个训续的话 那么我就不去下载了 那然后的话 第六点的话 就是一个重点 对吧 就是他会去一步下载这个图片 效率非常高 比我们自己去讲效率非常高 这个的话 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scribe框架 类置的这个下载文的方法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两个pipeline 再讲一下这两个pipeline 第一个的话是filespipeline 那么如果你要下载这个文件 你就需要使用这个filespipeline 使用这个filespipeline 在这个地方你就根据我这个地方写好的这几个步骤来走 有分为四个步骤 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的话 首先我们要定义好一个item 定义好一个item 在哪个item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定义好的这个item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定义好的这个item 这个的话毫无疑问 是你之前也是一定的 好 但是定义完这个item item以后还不够 你还得在这个item当中定义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分别叫做什么名字呢 分别叫做fileurls 以及files 那么这两个属性分别是用的干嘛的呢 这里面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fileurls 其实这个东西 它就是装载所有需要下载的那个文件的那个url 那么这个fileurls这个属性的话 它是一个列表的一个争论类型 那么这个列表当中 从的是需要下载的那个图 那个文件的url连接 那么你把所有需要下载的那个图片的文件的链接放到这里面 我们这个scribe框架也就是个fileurls 它在它在底层的话 它就会去从这个fileurls里面去读取所有的那个url 然后就发生那个请求进去下载 你没事吧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files 这个属性的话 它是一般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少 这个属性 它是用来去存储下载完的那个文件的 它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下载的这个路径 下载的url 以及文件的效应的 这个的话一般用的不是比不是比较多 那么我们把它给定义这个属性 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一步 这是这两步要把它给做好 接下来第三步的话 就是我们应该要在这个settings.py这个文件当中 来给它配置这个文件存储的这个路径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fileurls 这个地方 它的存储的这个路径 存储的这个不是路径 就是这个属性的名字叫做files store files store 那么以后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文件下载到这个files store 这个这个目标当中 这个目标当中 好吧 好的 那么第五步的话 就是要去启动这个pipeline 对不对 这里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 你不管是你写的 还是调用系统这个pipeline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它的这个pipeline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settings 在这个itempipeline当中 来设置这个东西 好吧 来设置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所有我们使用这个files pipeline 需要做的工作 需要做的工作 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涉及到 我们该用何种方式去下载 这些东西它底次都把我们做好了 好吧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下载图片的 那么下载图片的这个pipeline 就是这个images pipeline的话 其实跟这个files pipeline的话 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我们手子的话也是需要定一个item 然后在这个item当中 我们也是需要定两个属性 只不过这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 它们的目的 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模样的 只不过是名字不一样 那么如果你是files pipeline 这个地方的话叫做files files 那么如果你是images pipeline 这个地方的话叫做image 这里面的话装的就是什么呢 装的就是需要下载的图片的链接 这个images就是装载的是那个图片下载的路径 图片的下载的UR 图片交易等相关的一些真的信息 好吧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也是需要配置这个图片下载的那个路径 叫做在settings.py这个文件当中 叫做imagesstore images下文件store 那么以后这个文件的话 这个图片它就会下载到这个imagesstore 这个目楼当中 好 第六第四部的话也是需要取得这个pipeline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item pipeline当中来添一下这个东西 好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到这个代码当中 实际上跟大家去演示这个东西 该怎么去使用 好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把这个item来改一下 对吧 之前的话我们是给它叫做这个urils 对吧 其实这个urils里面 是不是存储的 就是需要下载的那个图片的ur 对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 就是其实这个urils就相当是这个里面的这个image urils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要给它改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改成什么呢 叫做image urils啊 好 改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添加另外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images啊 好 那么改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得去回到哪里呢 还得去回到我们的爬城当中 把之前那个us改成这个imageus 对对 我们在爬城当中我们怎么去存置这个ur的 是不是存置掉这个us当中啊 那么现在这个us是已经不存在了 它已经是改成什么的 已经是改成这个image URS了 对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它给改完 好 改完以后接下来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设计这个settings里面的一些配置 对对 好 好 第一个的话就是去开启什么呢 开启那个图片的那个pipeline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自己的这个pipeline把它给注视一下啊 把它给注视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图片的那个pipeline把它给拿回来啊 那么这个图片的pipeline是这个呢啊 这里面给个优心机啊 因为只一个pipeline 那么这个优心机的话 多多刷手 读无所谓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pipeline给给写进去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啊 从之前的这个bmwpipeline改成这个pipeline 那么以后我们这个pipeline还会 这个pipeline里面的这个代码还会被执行吗 是不是不会被执行的吗 因为你现在的话是已经没有在这个itempipeline当中 它就不会去执行这个里面的这个代码了 明白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最后就去执行这个里面的代码啊 好 那么做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做啊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呢 在这个里面去配置这个图片 它的这个下载的这个路径啊 这个图片下载路径啊 好 拿过来也是 呃 这个之前我是已经配置好了 是吧 就是images store 就是图片下载路径够这个什么imagepipeline使用 对吧 那么这个图片下载的路径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让它下载到这个images这个目录下面 对不对 那么这images这个目录的话 之前我们在写这个pipeline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pass就是这个目录所在的路径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这个代码拿到 拿着呢 拿到这个就来 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再来导入这个OS模块 再导入这个OS模块就可以了 明白 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啊 下载图片哈 所有箱 所有的工作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啊 就已经做完了哈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pipeline 这次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采用eap的方式 把所有的图片全部的下载在我们的这个 images这个文件夹下面 好吧 好 来保存一下 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pipeline啊 现在他下载的这个速度的话 就是飞快的 对吧 看到看到 刷几下都全部下载完了 之前我们是下载的东西的是要等了好久 对不对 说的话 使用这个subscribe框架哈 基本上是什么功能 只要你想得到 他都有啊 好 这个里面的话 放到一个叫做full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对不对 那么所有的图片啊 所有的图 就是所有的那个图片 他都全部都把它给把你给下载下载了 全都把它给下载下载了 好吧 那么现在的话 是虽然这个图片下载下载了 但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之前我们采用那种传统的方式去下载那个图片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片 它是属于哪个封组来给他进行分类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图片 它是属于那个车身 那么的话 我是应该要把它给放到车身的这个子文件夹下面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里面再给他指定具体的子目录啊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次的话 我们就需要自己去重写那个 这个东西啊 就说如果你想实现这个需求 你就必须要去重写他的这个pipeline 就必须要去重写这个images这个pipeline了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再回到这个pipeline这个地方啊 这种如果我们想要去实现那个需求 我们就要去重写一个战斗类啊 重写一个战斗类 那的话让他继承自那个imagespipeline 好吧 这地方class叫什么呢 bmw imagesmhespipeline 让他继承自这个pipeline啊 pipeline.image.images import一下这个imagespipeline 对吧 然后让他继承自这个imagespipeline 好 那么我们要继承这个东西 我们再要去更改一下他这个图片重组的这个路径 那么更改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肯定先要知道这个imagespipeline它的这个路径是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对不对 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那么我们找到那个设置的地方改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设置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光标放到这个imagespipeline当中 然后按下 统着加b 进入到这个里面来 接下来我们把鼠标往下面滚 往下面滚啊 滚到到下面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file pass 那么这个这个方法的话 他就专门用来去返回那个什么呢 文件存组的那个路径 文件存组的那个路径啊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往下面滚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full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图片的名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full 后面图片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的话其实 为什么他会下载到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决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既然是已经继承的这个复类 实现了这个自己的子类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去重写这个方法 重写这个file pass这个方法 重写完这个方法以后再返回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路径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就可以重处到正确的路径当中了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写啊 手写的话 我们先来护士到这个pass 等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uper 掉入这个full 对吧 哎 啊 我们呢 要去重新这个方法是这个file pass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super pass pass 是等于这个super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再把上面这几个仓数把它给传进去啊 就是request 然后是那个啊 response 还有是这个什么呢 before啊 好 那么写完又 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什么呢 呃 这个红色不管了 应该没有错啊 应该没有错 我不管了啊 这个pass的话 它代表的就是这个有full的这个东西 对 有full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让它怎么做呢 就是你这张图片啊 比如说我们来打开一下啊 比如说你这张图片 它是属于其他细节的这个子分的下面 那么我首先的话 先要获取到你这个子分内 获取到你这个子分的以后 我就去放到你这个文件夹下面有没有啊 这个其他细节 这个子分内的这个文件夹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就直接把这个图片放到这个下面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去创建一个真的文件夹 使用一次吧啊 所以说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要获取它是上到这个图片啊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子文件夹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知道它到底是属于哪个子文件夹吧 那个子文件夹 它其实是在哪里 它是不是存储在哪里呢 它是不是存储在那个item当中啊 因为只有这个item当中才能够保存这个分类 对不对 那么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没有办法取得到那个item啊 所以的话 我们就怎么怎么做呢 就应该要在其他行数当中 其他的方法当中 获取到那个item 然后让它绑定到某个对象上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取到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images这个里面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地方有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就是get a media request 这个方法是用在干嘛的呢 这个方法 它是专门去发送那个下载图片那个请求的啊 你可以到这地方可以看到到啊 他这地方是不是从item里面啊 从item里面来item 从这个item当中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self.get i self.image fill ui fill的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item里面的这个值啊 这个值啊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这个我把鼠标放在上面 把关标放上面 然后按下孔着下b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等待的啊 等于这个setings里面获取这个属性里面的这个值啊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setings当中没有配置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他可以从这个东西 从这个从这个属性上面去获取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关标放在这个上面 按下孔着下b 然后的话 他又等待什么呢 他就等待这个东西 我们把上面关标放在上面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默认的那个什么呢 就是default默认的图片的uris field 是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就正好是等于这个image of us啊 是不是就正好是等于等于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定义的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他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地方啊 他这个地方就是去获取你这个item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image us 里面所有的这个需要下载图片的这个链接 拿到这个图片的链接以后 他接下来在什么呢 在创在拿到这个链接 创进一个这样的request对象 实际的话 在装到这个列表当中 再把它给返回回去啊 这样的话 他就反相当于返回来一个列表的一个这样的request对象 对不对啊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啊 他就专门是去发送下载图片的那个链接的啊 那个链接的啊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item啊 拿到这个item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category 对不对 拿到category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绑定在某个上面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重写这个方法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个item啊 这个item 我们就让它绑定到了 绑定到哪里呢 绑定到这个request对象上面去啊 那么我们手机的话 现在获取到所有的request对象啊 opgs啊 实际的话等于这个什么呢 super啊 然后是这里边item还有info传进去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他返回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列表 对吧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有request的对象的一个列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便利这个列表啊 一个什么呢 iqsd os啊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item绑定到这个对象上面去 好吧 request 这个东西点item 是等于这个item啊 绑定到这个上面去 接下来 我们再来到这个filepass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request上面去读取这个item 明白是吧 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是在这个请求之前调用啊 这个是在这个方法是在请求之前调用 而这个filepass的话 他是在请求之后调用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图片将要被存储的时候 他就会去通过这个方法去获取这个图片 他的那个存储的路径 好吧 这个方法是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在这个方法是在发送啊 这个方法是在发送啊 下载请求之前调用啊 呃 其实啊 这个方法本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啊 本身就是去发送请求的 对吧 本身就是发送那个下载请求的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方 拿到这个part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的位项去拿到这个分类 对不对 category category ctjry等于是个什么呢 requestrequestreqes.item.get 然后是category c-a-t-g-o-r-y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category 那么拿到这个category以后 接下来 我们再把这个category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images里面去判断有没有这个文件夹 对不对 比如说他现在这个category是等于其他细节 那么的话 我就到这里面去判断这个images文件夹下面有没有这个其他细节 这个子文件夹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给他创建 对对 好 那么这个images这个文件 这个目录它的那个路径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settings里面来获取的话 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导入这个settings 好吧 在哪里呢 在这里啊 在哪里呢 在这里啊 from 这个什么呢 bmw import 叫这个settings 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那个 images store sd o sd o r e 等这个等于这个settings s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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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category把它给拼接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就看到if什么呢 os.pass.insists 1.si.sds 然后是这个categorypass 如果没有 if not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创建 就是os.fake.dir 然后是这个categorypass 去创建 如果没有的话就去创建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样创建完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种图片 放到这个放到这个里面去 对拼接到这个里面去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去获取到这张图片的名字 那么这个图片的名字在哪里获取呢 其实可以从这个pass上面去获取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的看下 这时候的话这个pass 它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个图片的名字 对不对 它这个地方后面 它使用的是这个imageGUID imageGUID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当时的这个UAL 尝试了一个这样的hash值 尝试了一个这样的hash值 说的话我们这个东西 只要获取到后面这部分 前面这个full这个东西把它给伤掉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图片的名字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来获取 就来写啊 image内容是图片的名字 等于这个什么呢 pass.replace 将这个什么呢 full 斜杠把它给提供这个空的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图片的名字 拿到这个图片的名字 以后我们再把它给拼接到这个category pass后面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得到那个什么的 得到那个imagepass 图片的名字 图片的路径等于这个os的pass enjoy 然后是category pass 然后是这个 image内容 好 那么这样拿到这个imagepass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imagepass把它给返回回去 这样的话 它就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那个 风的那个路径 好吧 那么就是return这个imagepass 好保存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pipeline就相对是已经写完了 好吧 写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例子的话就要去更改一下这个pipeline 对不对 不是啊 在这个settings啊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不再去使用这个系统自带的这个scribe框架自带的这个image 使用我们自己写的对吧 那么我们这本来写啊 它是bmwpipelines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呃来拷购一下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有点长 可能叫c 只要的话来到这个方可能叫a啊 然后的话它的u信息我们给个e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给完以后我们的这个啊 爬种啊 就相对是已经可以ok的啊 他这个呃 这件啊 我们这件图片啊 他就会下载的这个image这个啊 目的下面好吧 这里面我们右键来删除一下啊 来删除一下啊 好 来保存一下 再来持续一下啊 啊 一下子就下完了是吧 嗯 好像没有下载是吗 没有下载啊 我看一下啊 啊 我知道问题是在哪里的啊 现在我们重启了这个方法 我们是不是没有把这个request这个列表把它给返回回家 没有返回回家 他怎么去下载 对不对 所有的话我们这边千万也记得一定要返回这个request的这个地下啊 保存一下 再来走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正在下载了 对吧 我说刚刚怎么会这么快啊 虽然有很快 但是也不至于一秒钟刷一下就有了 对吧 当时现在也不慢 对吧 也下载的很快啊 然后的话这里面 他就分好了类对吧 车身外观啊 然后有那个车厢座椅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 改装的啊 还有是其他细节啊 什么东西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使用这个images pipeline下载图片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吧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去研究一下 这个scribe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人类啊 可以去看一下里面的这些原代码啊 走啊 有些时候我们在写代 写写我们自己一些业务的代码的说 不可能这个scribe宽量价是给我们提供百分之百的功能 我们都可能啊 我们可能的话都需要在他的基础上进行改吧改吧啊 说的话大家对这个里面啊 就要去做些了解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使用这个images pipeline 这下载图片我们就讲到这边吧啊 感谢大家 我们下载了解线吧 我们下载了解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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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